然後我現在身上的裝備有20萬 所以真的不能噴 我就直接走出來 成功了 衝衝撤離 然後可以看到我這邊所有東西都已經解除了封印 都可以拿去賣給商人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拿鐵家 玩的是MDWL暗區圖威 今天要分享S4這個賽季 最快的跑傷方式 跑傷的話就是我們有一些物資會是行動物資 然後有玩家分享 我們這次可以在這個新的模式 北山襲擊愛 把東西帶進去再帶出來 然後這個模式我最近玩的都是勝利的 主要就是會分成三種天氣 晴天 雨天或陰天 進去的話會有隨機一種氣候 15分鐘內達到50分的陣營就會獲勝 然後就可以從場上的測點撤離 失敗方也可以在限時三分鐘內 帶著背包出去 超過三分鐘後就只能夠把背包收起來 或是把背包丟了 你殘空側一點撤出 然後有些玩家就是運用這方式去跑傷 今天我為大家實測一下 這個方式的風險大不大 然後測離的機率大概是幾% 來為大家實測一下吧 然後行動物資的部分 就是我們物品上面 左下角會有一個箱子的形狀 這個就是行動物資 我主要帶一些平常比較沒在帶出去的東西 然後有配一個防裝 然後兩把武器 這全部都是行動物資 行動物資沒有辦法直接賣到市場 如果你要賣賣給連弱人 所以說有些玩家之前 可能會用其他地圖 然後東西帶著去跑傷 可是有點危險 因為有些玩家會專門抓跑傷嘛 然後今天呢 我們這個方式是直接 不管是失敗或勝利 都可以直接撤離 那我們就開始實測吧 我這場就選白狼陣營吧 因為白狼陣營我比較常匹配 我比較熟悉這個區塊的撤離點 然後我們如果現在負重的話呢 他這邊會顯示就是 膠血 你就把它點掉還是可以帶進去 然後大家注意一下 有些東西或許帶不進去 然後我現在身上的裝備有20萬 所以真的不能噴 如果一死掉的話 這20萬就沒了 OK開始了 我們現在開場的地方是下雨天 唉唷 我覺得下雨起步不錯 這樣至少 我們可以偷偷的 卑鄙的 運送我們的 物資啊 這場進來呢 主要就是 運物資啊 然後敵人通常會從中間這邊開始交戰 所以我們現在 先跟大家講這個 白狼的撤離點在哪裡 我現在戴著頭盔 有點生意 阻隔啊 然後再來人間度有點低 他沒有辦法把那個罩子打開 我之前買這顆 頭罩只是為了耍帥而已 我現在帶了兩把槍 這把還有 還有雷射喔 他有些區塊是封鎖起來的 因為他這個模式沒有把所有地圖打開啊 然後我還是建議大家可以正常玩啊 因為這樣玩有點卑鄙 因為畢竟少一個 隊友可以幫忙打敵人啊 可是有些玩家一定是很想跑傷啊 所以畢竟還是會分享一下這個玩法 因為畢竟這遊戲呢 並不是只有打打殺殺啊 你能夠成功把東西帶出去 也是這遊戲的中指之一啊 所以有時候卑鄙一點呢 也是情有可原的 畢竟大家想把東西賣出去啊 好我看一下這個地方都鎖起來了 而且 箱子跟櫃子都是不見的 之前這邊有保險箱也沒有了 然後這邊可以走上來 走上來後其實這裡還可以做一些服務級啊 因為有時候 如果你快輸的話敵人可能會追到這邊來 然後我們可以有些架槍點 然後最重要的徹底點呢 就在這條路線啊 然後其他地方封鎖就 不特別走了 現在目前對方8分 看來少了我這個戰力也是有影響的 這邊的話有一個 小小的 攀爬的空間啊 然後我們可以爬上去上面 爬上上面的話呢 可以做一個偷襲啊 如果我敵人真的 追進來了 你就躲到樓上 好可以看到裡面長這樣 然後這邊有個門嘛 我們就可以這邊 攻擊敵人 那我們下來後呢 徹底點會在這個地方啊 然後 往前面走這邊都是封起來了 能夠走的地方其實真的不多啊 最後面這邊也可以蹲點啊 如果真的對方殺過來了 躲到這個地方去偷襲也是可以的 這場速一定獲勝哦 勝利隊友超級強 因爲其實這個模式很多玩家有遇到T7啊 遇到T7跟拳套呢根本就 不用玩了 直接被偷襲到死啊 然後這邊有個玻璃我發現 我們會把他打破 這邊可以架槍 可以打到這個走廊 有其他隊伍的人來了 他就這樣上來了 他也知道這個點耶 等一下我要小心他會不會丟東西啊 因為有玩家留言說 這百分之百可以成功啊 可是我覺得有1%的機率 如果遇到 怪怪的隊友的話 就其他隊或隊友 他可能對你丟東西 你可能就被弄死了 所以我們還是要小心 我先吃止痛 怕他丟東西 他開始用噴漆了 然後我跟他玩家噴漆 噢這遊戲我很少在用噴漆耶 噴漆噴起來 又有隻雞 BAM BAMBAMBAM 這噴漆是不可以拿來玩圈圈XX 他看起來好像是正常玩家 有看到留言是說 有玩家 在這個模式一開始就對隊友丟什麼燃燒品什麼的 所以有1%的機率可能會被 隊友陷害 比如說最可怕的不是敵人啊 是隊友啊 所以大家自己小心 好我們這邊輸了 輸的話我們的設定就在這裡而已 我們就直接走出來 成功了 衝衝撤離 這個方式真的很快啊 不過真的很卑鄙啊 不過還是分享給各位啊 因為我發現很多玩家 倉庫都爆炸了 真的沒辦法的話你就用這方法吧 畢竟比我之前分享那個 農場的跑傷更安全啊 農場是我比較常跑傷的方法 因為農場我夠熟悉 拿這個方式的話大家可以自己測測看 只是還是要小心啊 我今天你第一次測的話 不要帶太多東西啦 如果帶太多東西噴掉就沒了 所以有1%的機率會被隊友害啊 或者是敵人殺進來 這也是有可能的 99%的機率是可以徹底成功的啦 因為畢竟徹底點就在旁邊而已 又可以防守 然後可以看到我這邊所有東西都已經解除了 封印啊 都可以拿去賣給商人了 所以如果你的倉庫真的爆炸很多東西想賣掉賣不掉的話呢 或許可以使用這個A14最快的跑傷流啊 就分享給各位了 然後也感謝玩家留言給我啊 然後我也想說來實測一下是不是真的有用 畢竟這個徹底點呢 只要一輸就馬上打開了 那還是建議大家正常玩啦 不然會對隊友來講 整個戰局呢影響非常大 像我已經連續剩好幾場了 這一場因為跑傷的關係我們這一隊就輸了 所以有點 對不起他們 之後我會努力的 戰局呢 努力的贏回來哦 好今天就快速分享到這邊 如果大家對於這個模式還有什麼想法 或者這個跑傷方式有什麼想法 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跟討論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可以幫你喜歡 追訂閱我打開通知一張 後面繼續分享這遊戲攻略跟起爆 也謝謝你的收看我們下一個影片見囉 掰掰